兩名男子在大馬路上追逐拉扯扭打 完全無視旁邊車輛 就在街頭上演全五行 其中一名藍衣男子被打倒在地 但對方又不罷休 又找朋友前來助陣 拿球棒繼續打 藍衣男趕緊爬起來逃跑 全身是傷 仔細看 當時後面還有一名女子 著急的跑過來 原來就是因為她 讓兩名大男人針鋒失蹴 被害人被三名男子毆打之後 是跑了兩百公尺 一路到附近的派出所求救 事發在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口 動手的莊姓男子 不滿前女友去新歡家 料朋友闖屋毆打 下場被依侵入住宅 傷害起訴賠八千元和解 但據眾鬥毆罪 被判六個月徒刑 一時一言不合 近爆發街頭追打衝突 警方隨即調閱周邊路口監視器 並於案發後一小時鎖定犯嫌住處 並將三名犯嫌全數代反 派出所偵辦 被打的男子全身世上 好在休養後沒有大礙 不僅告迎對方 也和當時的女友修成正果 反觀動手的主嫌 一時醋意大發 動手打人 不僅前女友沒追回來 自己和朋友還進警局 慈善官司 悲淺苛 三天新聞大衛城 林玉君 台北上報導 錦譯 明白 事 Sind